大家好 今天介紹一支剝皮膀 這一個 這個是雄魚子刀場的在1994年 1994 1994年製作的 這個是 印度申霸裏 印度申霸裏 印度申霸 你看它這個 一看就知道這很特殊 它的紋路 跟一般的其他的那種 紅路啊 馬路啊 反正什麼卡拉利路 梅花路不太一樣 它有它的側射 而且這個很粗廣 這個是盒子 這個盒子 跟鮮的差不多 但是這種盒子 早期的盒子 它沒有做保護 就是說它沒有上光 它只是運抓而已 沒有黃紙外線 所以這種 早期的盒子都不耐久 這一個 因為它是都沒有在使用 所以它這個盒子還 很健壯 所以邊緣這一點點 只久了以後會 吸水 然後它會容易 磨耗 會變毛毛的 一隻動它 邊緣這一點 毛毛的 它就會容易脫落 外皮就容易脫 外皮就是叫它這個 印刷的這個盒子 早期的盒子 很簡單 早期的盒子 可能它沒有早期盒子 它並沒有 像現在盒子 還要去畫 畫它的形狀 然後剪開來以後可以摺 可以 可以這個 組合成一個 很堅強的盒子 早期沒有早期盒子 就做一個 這個 十字架的形狀 然後 切開來以後 十字架它這樣連起來 用這個 用這個 白紙把它 連起來 糊的 用這個 這個工廠在做 然後它這個 十字架切開來 你看它這個 切痕在這邊 所以你不曉得以後破掉 它不是 它就是切 用一個 紙板 把它切 切開來 切一半 不要切穿 切一半 它那一半就可以摺 這是一個 摺疊線 有當摺疊線 所以你看它 它這個 久了以後它會吸水 它就會爛爛的 爛爛的 邊緣這樣 邊緣這樣 都沒辦法 這個就是碎葉的 所以你 你 不要在 紙盒上面 花太多時間 有人還紙盒去把它黏 黏黏 全部都黏一 因為它這個紙盒 本來是不耐久 你黏了還是不耐久 所以你給它脫胎放骨 變成塑膠的 那就可以 對 譬如說你給它噴這個樹脂 它就會 外面就會硬化 才可以 沒有意義 這個是效果 好 這個皮套 你看它這個皮套還會發亮 對 你看它看那個 雲雲剛剛會發亮 不表示這個皮套 這個還很新 但是 你不注意看 你這個很新嘛 你看它這個還 這個以前 這個還很大 所以它這個平平的 不像 熊魚子的 有的這個 NKC的 早上還 毛毛的 毛毛的就是 纖維 是延期 還沒有經過 處理 你要讓它不毛 然後還要再上漆 給它隔疊工具 跟水分 那個才是完整的 但是以前考量成本 這些都不做的 所以不做就是說 皮套 沒有在最好的狀況 因為皮套是可以犧牲的 可以犧牲的 你刀跟皮套 並不是哥們 你不要以為 刀跟皮套 是不可公 皮套用得到的時候 只有 只有在攝帶刀的時候 才用的 其實攝帶刀 也不見得讓皮套 現在很多那種 有拉鍊的 那種 霹靂帶 也可以啊 也可以帶這個刀 並不見得是 一定要這個皮套 因為皮套很多問題 你還要去保養 那你那個霹靂包 它是塑膠的啊 其實塑膠有很多種 不是我們想像的 那種以前老式的 那種塑膠的關係 那你 只要用壞 再買一個 那這個皮套 你這個用壞 就麻煩了 你要再買一個 運會就不得了 而且 很多人帶大的 常常把刀子 就收藏到皮套裡面去 然後扣子 刀要進紙套 或者塑膠套裡面 這個都要自己做 我來教你們怎麼做 這個影片 還教你們怎麼做 好像沒有人在問 那個 所以我這樣做做做 人家有空去做 錯了一兩百的 也全部花光光 用光光 好 好 這個 這個皮套你看 你看起來很像新的 其實你注意給它看 看不清楚 你看這樣 有沒有 表面還有一些 零星的刮痕 這是怎麼樣 你知道 你看得到 這個刮痕 因為它有刮痕 把這個顏色刮掉了 所以你看 好 在這 我還是掛掉了 這個應該 我看不清楚 這個 這邊有 這個不知道 不曉得 應該是 原來就有了 它這 有 釣一個點 這皮 可能被 刮到 還是怎麼樣 那個新的都沒有用過 這個刀都沒有用過 當然就沒有攜帶到外面去 攜帶到外面去 攜帶到外面去 然後就會發生很恐怖的事 就很多刮痕 你食用的就會有刮痕 然後可能會把這個鹿角餅 傷到 刮傷 你看這個 這個鹿角餅 它這個 它這個已經拋光的這麼亮 看這個 看這個亮 拋光這麼亮 這邊也是一樣 它這個亮不是上油漆的 這是拋光 很遠的拋光 你看這個 這個 光 光亮 都很光亮 這也是一樣 你看它這個 這個鹿角有多漂亮 而且又乾淨 乾淨 它就講到這個 你看它這個 這個 那你要把它去除掉怎麼辦 你要去買這個 跟這個一樣 顏色的 這個 那個 染料 或者是說 塗料 把它這個 塗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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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顏色會有差異 這個 我一直搞不清楚 它這個 常常我買的顏色 都會買到不一樣 因為它給你看的顏色 那個 螢幕上看的是一個色 實際 你買到 拿到的色 它又是另外一個色 所以螢幕 你知道以前 那個 以前做美工的 要用什麼 NEC的 那個 是NEC 不知道是NEC的 螢幕 因為它的顏色最準 其他你可能在這邊是綠色 然後 紅機的 是變成 這個 潛力色 就會這樣 因為它不同的 機器 它的槍 以前是用那個 那個 真空管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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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槍射除 不是現在用這個 這個 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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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是不一樣的 這個 它的 成像眼裡是不一樣的 不過它還是一樣 還是有 有 幾個顏色 色光 三銀色 RGB 就是紅色跟綠色跟藍色 而產生一個彩色 跟一個百分點不同 所以 你的任何處理 給它 碰到 它就有這三個 三個顏色 三個原色 組成 任何一個色 比如說你 皮鞋是咖啡色 所以光三顏色 沒有咖啡色 它就是RGB 所以它必須是 R多少 G多少 V多少 百分比 才組成那個 顯示出來 變成那個 你眼睛會看成那個 咖啡色 好 那個 它這個 它這個也有 上邊有 你那個早期 這個有蓋子 有蓋子 現在沒有做 這個東西 成本比較多 所以現在沒有做 水重 有人 有人在收集這個 像這個 一百塊美金 那個 成本都有人收集 它這有一個保重書 你要記回去 那裡面有這樣 怎麼磨這個刀 磨刀 不是看一看就會 磨刀要是磨 好 這個就是 所以你想想看 你那個 花很多時間在這上面 就沒有意義 因為你平常你在家裡面的時候 這個刀在睡覺 它刀是不會跟皮套一起睡覺 它是自己睡覺 然後頂多你放到這個紙套裡面去睡覺 就這樣 一個 好的收藏家 他 你到他家看 他不必拿東西給你看 很多東西放在牆壁上 或是在樓梯的那個 樓梯的那個牆壁 外面的那個牆壁 擋住樓梯嘛 對不對 好啦 很多都是這樣 你可以在那邊看看 這個這個 因為它都是展示的 展示 你懂 展示出來 就像你那個集油廁一樣 它你也展示 展示 不是說你要去看一把什麼刀 你不曉得在哪裡 然後你要去寬 然後滿身大眼 然後找出來 在盒子裡面 盒子裡面 那邊包繩的東西 一弄弄弄弄弄弄 拿出來 一看生鏽 你看台灣 那個海島新西歐 又潮濕 那個還有鹽混 大家生鏽 因為你幾個月沒有去照顧它 那你假如你展示出來的話 你每天都看得到 你想看一下 你看一下 高興一下 你看看看 就可以看到了 對不對 你一面牆壁 可以放兩百支刀 一般的牆壁 所以你有多少支 你說有兩三百支刀 你再來小兒科 來找 有的人一個品牌的刀 就一百多支 有多少牌子的 好的刀 知名的品牌 像有的刀 它不是只收藏一支 收藏一支 太孤單了 而且每一支刀都長得不一樣 所以你不是收藏一支就結束了 其實說八克110 你給它注意看 每一支還是有點不一樣 可以分辨得出來 好 這支是剝皮刀 網頁上面有 你可以去參考 我們實際看的這個剝皮 等一下再救一下 給你看 這個刀就是這個 7.75吋 7.75吋 不是一個刀的正常的尺寸 所以我們講一下 叫做八吋 八吋就是它的呼稱 呼稱就是 稱呼它的名稱 你要像那個鋼管 鋼管是十二點 十二點多少 點三四五吋的樣子 其實它就是叫十二吋管 對 其實它比十二吋大 十二吋大 好 那麼 那鋼管不是說 它的直徑兩吋叫兩吋管 不行 它通常是 那個 它有 有連這個厚度 不一樣的時候 那個 那個 但是它的外徑 它是以外徑來呼稱 所以說 幾吋的話 它是叫幾點幾 叫幾吋 並不是幾吋才能叫幾吋 就是說十二吋 一定要十二吋 才可以叫十二吋 不是這樣 好 那個 我 那個 沒有這個數據 我先不再講這個 講這個鋼管 以後有空再講 所以我那次在講叫呼稱 所以它這個呼稱就是八吋 刀很多刀都是這樣 你不能說它十二點三七五 然後你叫十二點三七五吋 沒有人這樣叫 那這個多辛苦 你會背很多數據 你只加十二點三七五 你就加十二點五吋就好了 或者就叫十二吋好了 對 那個 這種是一種簡化法 怎樣 它這個八吋 那這個刀刃 刀刃是說這個刀尖到刃根 刃根就是腳根的根 不是那個木頭那個根 是一個層架一個根 這 你把這個當成鞋子 好 當成鞋子的話 你看 這個是斜尖 那麼這個就是斜根 那這個是刀根 那它這個是應該是 原先是這個最尖刀 然後最尖刀是割這個 切割這個一個 這個 反向的剝皮溝 反向的剝皮溝 這剝皮溝就很硬 你要磨的話 要特殊的工具 很簡單的方法 你也可以用沙子捲這個筷子 筷子是圓的 然後你就可以磨 就可以磨 或者你就要去買那種 研磨棒 研磨棒 它可以買 一般來講 沙子有很多用途 厲害的人 它可以用沙子 把這個刨成鏡面 好 那麼這個 它這個是叫做 剝皮溝的直裂刀 簡稱剝皮刀 但是剝皮刀很多沒有 長得不像剝皮溝 長得就像一般的刀 那有個方向 是向上刀 那有的是火炎型的 有很多種的 所以 剝皮刀 好 跟剝皮溝刀都是在剝皮 那這個溝只是要把這個皮 溝開 拉開這個皮 好 那這個 這個是三吋 這個是九 大概是三點 到這邊大概3.5吋 所以這邊大概是 這個 4.25吋 大概說 10點多公分 11公分 11公分 好 好 它這邊有 這邊有無刃處 那它 這邊開始有兩個弧形切割 這邊弧形 第一個弧形切割 大概都是放你的獅子 這個沒辦法放兩個字 因為它很小 好 好 然後這個後面 所以你看它這個其實是三個弧 三個弧 三個弧 看好了 三個弧 第一個從頂端到這個 這個頂片的頭 第二個是在這邊 第三個就剩下 所以這 第二指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 後面 第三行是放 那個 小指跟五名指 就是這樣操作 好 那 那麼這個 它這個是 這個 這邊有這個 日期註記 第一行它叫貝爾 NGC 然後下面第二行是USA 左邊三點 右邊三點 這個 右邊三點 左邊三點 就等於六點 那這個 在1990年的時候 它是十點 那每一年 過一年的話 它就拿來減掉 好 就打這個鋼硬 就少一點 那這個已經少了四點 所以就是過了四年 所以它是1994年 就這樣就可以推斷 測試到大概是在什麼年份 好 那我們來看它的這個 鹿角 你看它的鹿角 看起來 這邊好像都有厚度 都有厚度 因為鹿角 鹿角它是不規則 它研磨的時候 假如你用的鹿角 很多鹿角都是這樣 那這個 並不是一個可以 可以塑造成 你需要的餅片 所以大部分餅片的鹿角 都是照它的鹿角的形狀去研磨 是研磨 所以它這個 這個 你看它這照它這個 紋路在跑的 鉤紋在跑的 到它這邊尾端的時候 可以剩下一點點 但是因為它是在尾端 所以它並沒有 你看它這個 並沒有產生很大的差異 有右兩片 它並沒有 所以它這手握得 還是很踏實 握得很結實 並不會說 只要你這個 鹿角崩得太厲害的話 它就會薄掉 那我們一般來講 你0.6公分就算厚片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大概到0.5公分就算正常 但是你比0.5公分少的時候 那個可能就抓不穩 會鬆鬆的 鬆鬆的 你用久了 手就痠 手指會痠 就是這樣 一個東西你抓在手上 抓在手上 假如說沒辦法抓得很緊 使用起來就很辛苦 它這個整個來講 因為它並沒有凹得很厲害 它只是說 它表面上有這個 有這個勾紋 所以這個勾紋是 比較大面積 所以它到這一邊 這個切割以後 它厚度的 因為它勾紋比較深一點 比較深一點 但是並不是都沒有 而且它是在尾巴 所以這個勾紋是其實 是不影響 不影響使用 所以這個還是相當好的一個點點 其實在現在的深巴陸 鹿角片 你要沒有這樣說 接近這個 這個刀跟的這個勾紋 已經很少 很少 因為現在鹿角片很難取得 它已經現硬 而且好像是不打算開放 所以很多人它就開始改用 別的這個材料 別的材料 常用的就是用牛骨去洗禮 或者現在也有的 用一些特殊的硬木 硬木 比較堅硬的硬木頭 也有很多用這種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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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 風樹的根 風樹的根 它也是很 密度蠻堅硬的 好 那麼這一個 它的紋路 它磨出來的紋路 你看這一邊的紋路 你看這一邊的紋路 這個你就把它假想出 它在海面 在海面這個波浪這樣涌過來 很遠的這樣波浪過來 所以這個就是 很整齊的波浪 你到海邊去看 可以看很多很漂亮的波浪 有了風小的時候 它那個波浪就很整齊 沒有什麼便宜 很規律 一個浪接一個浪 但是假如在 外海的時候 風很大 風很大的時候 這個 產生的這個波浪 它 吹火起來的波浪 它就有 很大的能量 所以它的波長也有比較長 速度比較快 反正走得很 從外海走到海邊來 走到岸邊來 走到岸邊來 那這個 你知道那個風 風 風有的時候它是氣壓高低行程 有的時候天氣熱 海面的蒸氣壓上升 然後就產生對流 就產生風 風是沒有規律的 它有時候突然大突然小 我以前在外島的時候 你知道那個最辛苦的時候 就是冬天的時候 出太陽 出太陽會熱 然後風吹還會刺 那個就是 一下熱一下冷一下冷 因為風吹到人臉上 它有一種風寒的音訊 會把那個熱量帶走 所以風假如是 附近的 假如是十度的話 或是五度的話 吹到人臉上的話 就變成大概零度 因為它把熱量帶走 不會變成笨 那麼這個 我剛才講的 像它這一面的話 這個是左面 一般來講 我們對刀具來講 左面都叫正面 要記住 左面叫正面 你握一把刀的時候 這一邊叫內面 這邊叫外面 所以內面叫正面 好正面 所以你看 它這個 這邊 剛硬 這邊有剛硬 這一邊沒有 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剛硬 只有一個地方打 就是打正面 只有一個剛硬的話 就打正面 假如你有兩個剛硬的話 才可能是打到環面 環面 你看很奇怪 我們一般都 不是右撇子嗎 右面再正面 還對 這是一種慣例 並不是為什麼 沒有為什麼 因為通常它刀在想吃的時候 都是這樣 都是用左面給人看 這就用正面 所以你假如說 你把一些東西都出來左面 右面沒有 那你就很麻煩 可能臉不一樣 有人是喜歡這樣 左撇子 那個 好 那麼這個 我們看看 這個叫風浪 風浪就是 在海邊 這個風在吹 吹海面 而且這個風不是很大的 海面被吹了 就產生波浪 波浪 小的湖還是 可能那個 它也會產生波浪 但是它那個波浪很小 波長很小 波長就是一個波谷跟波荒 所以這個 波谷到波荒的距離 都叫波長 波長很小 它就沒辦法產生大浪 你看 那個叫漣漪 漣漪 以前我們 這外表我們有一個同事 他是一個 排長 顧便人排長 他的女朋友就叫漣漪 那你一早很熟悉的話 你就知道漣漪 是華式的一個 基本歌星 很出名的 很出名的歌星 好 那這個好 你看這個 它這個 風浪它就很規律 所以它的文路 都很規律 一條一條很清楚 你可以感覺到這樣 風浪來 很遠的地方 那麼 廣面這邊 這個叫做 永浪 永浪就是 我剛才講的那個很強風 在外海 所以它那個 從外海逃到那個岸邊來 攜帶很大的那個能量 而且風有的時候快 有的時候慢 有的時候強 有的時候弱 比較弱的時候 它的 它的內下的浪 就比較小 而且速度比較慢 那突然來一個大風 它攜帶的能量就很大 而且它的動能很大 而且速度很快 所以就會前浪 會被後浪追過去 那後浪追過前浪的時候 會怎麼樣 它就變成積浪 就是說 浪再爬到另外一個浪上面去 你懂嗎 這個叫積浪 也叫做巨浪 就把巨跟鋸 那聲音差不多 那又鋸 這個 所以一個浪爬到另外一個浪上去 它會墊大 體積增加了 它會墊大 掉下來的時候 就更可觀 它會 泡沫更大 碎掉 所以這樣 這個浪在跑的時候 它會把空氣中 空氣捲進去 捲到浪裡面去 然後掉下來的時候 它就變成那個泡沫 然後這個時候就是大的泡沫 但是你掉下來的時候 你會打到這個海面 海面會激起這個海水 海水 海水 比較小的海水 海水會把這個 空氣中的 的空氣 把空氣 帶一些到水裡去 就會變成小的泡沫 所以你看這個浪在跑的時候 就一直有泡沫這樣 好像在煮開水 有沒有 一直湧過來一直這樣 你大部分的時間 你都是看泡沫 來感覺這個浪 還有多元 所以這個巨浪打到岸邊的時候 它不像有的公浪 它打到岸邊 它就碎掉 就消失了 然後就退進去 這個巨浪來的時候 不是這樣 它打到岸邊的時候 會跳起來 那有時候 一打下去的時候 它就散下去 它不是往海裡撤退 它往左右 左右 因為它還有很大的能量 它還要往左右移動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欸 這個浪過來的時候 有的浪從左邊來 有的從前面來 這個 怎麼來 就是 永浪它 有這種特色 那這個 這個永浪你看 它這個波紋 我會跟你借到這樣 這邊 就是在這邊打到岸邊的時候 它就變很大的泡沫 就像這個 它在遠遠的地方 它就一波接一波 你看 風 風就是 我們剛才講風浪 風浪是叫風 就這樣 徐徐的吹 你看 徐徐的吹 它就 走啊 走啊 就這樣 那 那 永浪不是這樣 永浪它就這樣 嘩 咻 嘩 那那個海浪就這樣 嘩 我那個 永浪喔 有的船會 小的船會 會歡的 所以你不要以為 永浪 永過來 洶湧而至 洶湧而至 有 永浪很大的時候 你這個 岸邊的一些什麼 結構屋啊 草屋啊 房子啊 都被捲進去 對 那 洪狗 洪狗要看地形 突然 產生很大的浪 那個 就叫 洪狗浪 就是笑的 就是正常的 那 你看這個 這個東西 你看 洪湧很遠的浪 這樣 一個一個一個 過來 你看 你看 它這邊打了 泡沫一堆 這邊就是在 岸邊的時候 就會形成 往前的時候 所以 你看 它這裡 這個 兩個 不會同時存在 它這也是一隻 可能比較溫和的 這個路 它這個比較粗廣 就磨得很用力 而且很沒規律 它就會變這樣 那你很沒規律 你就 你並不是說這個有規律 變很沒規律 它這個原來就磨成 就磨成這個樣子 這個是比較 這個 輕柔的磨 那個路會去 會癢 它會去把這個 龍皮磨掉 它會去磨這個樹 所以常常有的樹皮 就磨死掉 因為你沒有樹皮 沒有樹皮 沒辦法保護 尾管樹露出來 樹會被曬死 所以 有的龍人 他就把那個樹皮 用那個 東西 譬如說那個什麼石板 把它圍起來 讓路沒辦法抹 那有的還用鐵絲網 乳路就沒辦法吃了 因為鐵絲網 有的鐵絲網上面有帶刺 它就要去磨什麼 磨岩石 磨岩石 不只樹去磨 路去磨這個樹 熊也會去磨這個樹 用什麼 背部癢 所以熊會在這個樹上面 去磨它的背部 磨它的背部 所以你 要找熊 你去看那個樹 這個熊在上面磨過 好 這個就是波浪紋的兩種 所以你看同樣是波浪紋 但是它形成的結果 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這樣就變成它的多樣性 而且很特殊 你看我在介紹這個 每一隻刀 它的紋路都很特殊 其實很少一隻刀的紋路是完全一樣 這不可能的 因為這個 你沒辦法跟那個路講 你好好給我磨一個波浪紋 或是給磨一個很標準的樹皮紋 讓我抓牢 沒有用 它根本不曉得 它只是去磨而已 它那個路沒有跟那個人性化 好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介紹的 這個熊魚子的 剝皮溝 鹿角柄 對 剝皮溝刀 或者叫剝皮刀 也可以簡稱叫剝皮溝 剝皮溝 你看到怎麼 怎麼 這個高音這樣 它這個是延長高冷 看一下延長高冷 看一下延長高冷 就這樣 它上面有一些刮 我在想 它這個 它原來的時候存放是這樣 兩個互相傷害 因為這個刀很厲害 它這個刮到 所以它這麼小的東西 可能就是刮 放在盒子裡面 動來動去動來動去 它就會刮上 所以它會有那種 笑得很細的 它這上面也會有一些痕 它這邊有一些刮很厲害 一直要移動才 這樣晃動 你要晃動 在這個地方 對焦一隻 有問題 我現在讓你看 就不容易看到一塊 好 刮完出來 一條 你現在看到刮痕上 你的刮痕必須 有的時候 有刮痕 你在角度上看不到 所以你要轉動 讓它可以反射光線 你才可以看得到 現在看不到 有一點點 這邊有一些 這個刮痕都可以去除 你只要用 大概是 九微米的 九微米的 然後順著它的這個 加工痕 加工痕 它這個順著 順著加工痕 你假如沒辦法很準的這種 這個 單線的運動 那你就可以拿一個 譬如說你拿一個 拿個東西 這樣 這樣 做這種導引 聽什麼叫蓋 厲害的人他用手就可以 這樣 這樣 前後 輕輕的 不要用力 然後完了以後再換這個 九的 這個是十五的 還要再換四 我跟你講它這個只是表面的 這不是在那個操作使用的時候 產生的關 那就是大部分都很深 而且很雜亂 你剛才看的時候 它這個有幾條 它這個是同向 同向 而且是有規律的 它一定是碰到什麼東西這樣 有時候是在線上 在製造過程中 有時候 因為在線上的時候 它是這個刀胚 十幾 幾十支刀胚一起送 一起跑 因為這個製造的 它是主要這個刀的使用 為主 所以碰到刮很難免 你不可能每次只做一支刀 那不得了 它一次到一個站的時候 這幾十支 所以有的人在看這個刀 有沒有那個切線的時候 它是五六支刀一起看 一隻手抓五六支刀一起看 這樣 那這樣怎麼會不會碰到 可能 對 所以很多刮痕其實 都不是這個收藏家給它產生的 所以說在製造過程中 就產生 像有的刀的 譬如說是 磁石 一個鏡面 它是把所有的刀片 全部丟進去 一個轉動的容器裡面 的機器裡面 它裡面有鋼珠去打 這樣你想想看 它那個尖端碰到 它就會產生這種刮痕 真的不會 所以你不要 它這個有刮痕 你又不是在做塑膠 塑膠的話它沒有刮痕 塑膠可以被你沒有刮痕 你這個是機器的 人工的 而且不是精密儀器 所以你要懂得 他們是怎麼來看這個 所以很多人他買到這個刀 沒有切齒 在刀場裡面它這個切齒 磨就可以把切齒消除了 當然它不是你想的那樣 切齒不見 它是在創造一個新的刃圓線 把那個切齒 排除在刃圓線以外 當然就是磨掉了 磨掉了 所以你常用刀的切齒 每次有切齒 每次都會磨掉一點點 它的原素材 這是鋼材 所以那個刀角不是遲忍很久 或者有相當的硬度的話 你就整天都在磨刀 因為它常常就切齒 中國刀就是這樣 中國刀會讓你變成一個磨刀的高手 因為它常常會切齒 我剛才介紹的就是這種 這種刮痕 因為這個刮痕 你剛才看 你要找都很辛苦 所以這種刮痕 它一定有 你只要轉動的話 看它是有 這種不是深的刮痕 很淺的刮痕 有的你用研磨劑 用拋光劑 就可以把它切齒掉 可是真的嗎 比較深的你就要用到砂紙 或是說用磁器 磁器 但是有時候 你不曉得它工廠是怎麼做出來 所以有時候你磨了以後 感覺還是會有殘疑的刮痕 沒辦法磨得很乾淨 那你就要慢慢去習慣 你可以一看就知道 這個大概是幾號的砂紙 可以把它磨掉 絕對不是一種砂紙 一定要兩三種的砂紙才可以 因為你一下子磨的 譬如說你用15 它可能就比旁邊的 現在的目前的正常的刮 然後機械痕來得深 這時候你就要必須再換另外一個 比較精細的砂紙 譬如說換9或換5 然後再換3 這樣子 因為它這個東西不是鏡面 所以你不能磨得太細 太細的話你變成局部鏡面 你磨的地方變鏡面 然後其他地方還不是鏡面 所以這個也是很麻煩 一般來講我們收藏的時候 你有刮痕不影響使用 不影響觀瞻 你看剛才那個刮痕 你要磨一些角度才看得到 這個時候你可以不處理 你要學習怎麼忍受刮痕 這個刀只要研磨 它通通都是刮痕 只是說均勻規則的刮痕 不算刮痕 就是這一點 斬七八糟的就是刮痕 好 然後這支刀 這支刀 非常漂亮 你看它是凹膜的 凹膜所以你看那個光線你就這樣 這個刀你現在幾乎你買不到了 我可以跟你講幾乎買到的也是都是舊的 有的它這樣會亮的 不可能 大部分都是氧化又再氧化 甚至已經被矽靜開始分解 它會變老舊 假如是這個鹿角是在地上撿的那種鹿角 那它這個會混化 你同意的混化 所以你要看到這麼漂亮的鹿角 你要看你的運氣 運氣不好你永遠看不到 你就看圖片就好了 你只有看圖片的混 你沒辦法收藏掉 因為這也覺得是基因 機會過了就沒了 你不要想 我每次都去買大樂透 總有一天等到你要做夢 你沒有那個基因 只是 付錢讓別人得中獎 好 那麼這支刀 等一下我要示範一下這個 這個剝皮勾 它的用品 我不曉得這個 好不好用 進去了 好 翻過來 那影片上面也有證明 好 現在勾住了 現在勾住了 我讓它拉開 它可以用 不是做好看的 當然就可以用了 這個本來就是要用的 這個是獵刀的一種 它不是做好看的 本來就可以用 現在為什麼把它當作收藏刀 因為它的鹿角很珍貴 這個 現在 你要去買的 兩片 八十塊錢 這鹿角一般來講 我們 兩吋半 折刀在用的 大一點的 三吋半 再上來就是四吋半 然後五吋 要一百六十塊錢 兩片 一片的八十塊錢 你想看多可怕 比刀還貴 比這個刀還貴 刀有它的黃情 它的一個刀配大概多少錢 成本多少 但是鹿角沒有黃情 比較漂亮的鹿角 你還沒辦法去要 因為它現在給你看的鹿角 它不是十片 八片半 都不是你要的 因為它常常 有的有 我最近在找這個鹿角 通通通都有海綿層 沒辦法 幾百片都是這樣 因為它 有的比較 年輕的鹿角 老鹿 大鹿 它才有這麼厚的 皮層 皮脂層 沒有用到海綿層 以前海綿層 這個鐵桶在裝 裡面大概是幾百片 你在那邊選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然後買了五個去付錢 現在 每一片你都要買 沒有寫 沒得寫 它拉伸的給你 就給你 要不然怎樣 你要付更高的價格 大概要一倍 你才可以選 我要這個 那它那個 它早就顯示了 它賣更高 所以鹿角是一種很珍貴 所以你現在看得到 這個是印度 這個 你能夠再看到 有一種 尤其像這麼漂亮 你根本 可譯不可全 譯都譯不到 好 那今天 這個 鹿角餅 波米鉤 就要到這裡 謝謝你的收看